其实生妈的最高境界就是生双胞胎龙凤胎了,直接一下子凑够人数,张雨琪和老公相识70天就结婚了,仿佛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 来,2017年11月17日,张雨琪经纪人杀出两个已经满月的宝宝,安稳的睡在一起,这对龙凤胎小宝贝头发浓密,露出的小脚丫简直是萌发了,非常可爱。 哨兵家也有一对龙凤胎,孩子们还曾一起看斑拍戏的老爸,哥哥妹妹一起乡的老爸,这份幸福都是双倍的,宋小宝在私生活这一块一直都是比较低调的。 其实宋小宝也有一对龙凤胎儿女,之前就又被媒体拍到过,正面照中孩子们都是白白净净的,没有像宋小宝一样黑,妈妈的精英果然非常重要,连宋小宝本人都自嘲, 孩子只有DNA随我,长得像妈妈,边角料像我,多亏没随我,随我得啥样啊? 赵本山老师的龙凤胎儿女牛牛和牛牛,从小就跟随父亲活跃在一些舞台表演,兄妹俩长大以后颜值也是非常高的,也是非常有才华横移的。 杨薇家的两个双胞胎女儿,在长相上非常有意思,一个长得像爸爸,一个长得像妈妈,左边的完全就是小杨薇,右面的长得像妈妈,左边的完全简直太像杨薇了。 杨薇家会也有一对双胞胎女儿,看起来非常可爱的一对小朋友,林志颖的二胎双胞胎,长得跟哥哥和爸爸一模一样,范薇吉和黑人的双胞胎儿子小熊猫飞飞。 想想,不过这对父母也是非常搞笑了,儿子哭了也要饿了一下,不过烫正夜就比较厉害了,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,然后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,这基因也是比较厉害的了。 张杰和谢奈也是今年喜获千金,两个双胞胎女儿会长得像爸爸还是妈妈呢,好美家的两个双胞胎儿子,很好地遗传了妈妈的颜值,长得简直是太可爱了,想去偷孩子了,长得像年花娃娃一样的两个宝宝着实让人喜爱,娱乐生还有哪些一举两得的父母呢?